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蒙古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中國的一開始的開局 非常特別 一開始只有六村 那六村的話要全部收村 然後趕快讓陽到中間這裡 然後趕快去按點這個織布技術 然後趕快踩到50樓 然後按下第一村 就可以有這個村民的領先的效果 好 原來中國是開局了 只有一開始可以講 所以我一開始 就先講中國最近開局 好 那這邊有50肉 馬上放肉進去 然後就可以開始生產第一個村民 這樣子你黑暗時代 一開始就會比對方多一個村民 所以中國這個開局是非常需要練習的 而且你還要手中放肉 因為你這個肉吃到50肉的時候 他也不會自己放上去 所以要怎麼去掌握到這個50肉 就要自己去大概算一下這個時間 然後第一隻村民出來 我會去蓋這個村民 那他也差不多是第一隻村民出來之後 就去蓋這個房子 這樣才不會卡人口 所以中國的前期開局算是非常的困難的 而且手術非常的累 因為你除了要控村民之外 你的刺頭也要控 所以中國對新手來說是非常不適合 玩的一個文明 但是中國的能力也是非常強大的 好 那稍微來講中國的一個單位 中國他有一個中國聯弩的單位 是可以大爆射 那可以用一 本來一隻弩只能射一件 那他可以射非常多件出來 那這個單位非常強大 攻擊力又特別高 到了地獄時代 有8加6的一個傷害 那 他的弱點就是手比較短而已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明顯的一個缺點 要基本上來說他要打戰毛 畢竟也是打得過 但是就是有點虧 因為他的這個連環射擊的效果 可以對這種遠防高的單位 也是有奇效在 所以中國的中國聯弩 基本上是所有單位都能打得贏的 那他比較害怕投石車的單位還有火炮而已 那還有海量戰毛 當然戰毛硬換也是可以 雖然中國聯弩跟戰毛換的話 中國聯弩也是打得贏 但是換起來就是特別虧 那中國人除此之外 這個石橋 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那整體而言 中國這個文明真的是很進階 甚至超級進階的工兵文明 那中國除此之外 打步兵跟騎兵都可以 基本上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弱點 他唯一弱點就是馬功比較爛一點 但也沒讓到哪裡去 就只有這個沒有安息人戰術而已 如果不考慮在安息人戰術的話 基本上他馬功也是全滿的一個狀況 所以中國真的是蠻op的 除了中國這些特性外 他還有這個重裝駱駝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可以打 所以打這個馬舊單位也不會太弱 但是整體而言 中國還是會打這個 中國聯弩加上這個騎兵 然後再加上一些駱駝 重裝騎士 做一個戰術選擇 會比較多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蒙古 那蒙古這位玩家的名字蠻特別的 這不知道是不是 蒙古字啊 這個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文字 非常特別 然後後面還打一個笑臉 這個人是玩蒙古 那這場對決是2000分的 對決的比賽 那2000分對大部分玩家來說 也是相當高端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 兩邊的選擇會怎麼打 這邊蒙古是選擇要趕鹿吃的 那蒙古趕鹿確實比較好 因為蒙古打獵 有這個加速 吃鹿肉超快啊 還有吃這個豬肉 也是非常快速的 那他的馬功 單位呢蒙古人 馬功也是相當強大的 他這個馬功功速有25%加速 那我打蒙古 我最喜歡打這個蒙古圖技喔 加上這個蒙古的大衝車 然後再配上他的這個金冠 工程器製造所的單位 移動速度可以增加50% 所以可以讓這個衝車跑速超級快 非常有殺傷力的那一種 但是蒙古他最大問題喔 就是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他經濟加成就只有前期吃鹿肉 吃豬肉速度比較快而已 但後來的經濟 可以說是沒有了 因為後來的經濟就只有二級木跟二級農田而已 也沒有三級木三級農田 所以打到這個非常大後期的時候 你這個經濟可能會追不上對手 好 那來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那目前看起來蒙古這邊是打20p肉嘛 那中國這邊喔 也是20p肉嘛 這可能性會偏高一點 因為這邊並沒有出 沒有下這個採礦營地 所以喔 這個打落馬的機率是會偏更 偏更高一點 但目前看起來中國 好像沒有第一時間決定要打什麼 喔就是打射箭槍 那他在這邊礦區 待會就會下這個採礦營地 不然他這邊只出戰毛的話 毛病的話可能會被 欸 毛龍骨不是打肉馬 唉呀 不好意思 搞錯了 這邊是打一個射箭槍 哇 毛龍骨不打這個 馬追我的話 進攻時機點會變 變得比較晚一點 這個有點讓我出乎意料了 這個 不是20p肉馬 反正就沒有看到 蒙古沒有打這個戰術了 20p肉馬不打 然後直接出小弓 這樣 進攻時間喔 會不會大大的 縮短喔 能打的東西會變得更少 好那中國這邊確實要出毛病 來克制對方的弓兵 好那金礦剛剛有沒有挖 那刺頭 還追逐 好已經看到弓兵了 那應該差不多會意識到自己家裡 中國會跑出來打人 好毛病已經對準了 好已經看到你過來 好那兩邊應該是不太會打起來喔 好這邊應該會想要下這個冰宮茶 冰宮茶下來完之後先點一擊射 然後再去按小弓喔 會更好一點 會更好一點 好一擊射到點下了 但這邊蓋這個撩王塔有點硬幹 OK剛好毛病全部死 欸還有一隻在裡面沒有全部死完 好這邊直接回到點 好這邊直接鑽了不進去 毛病直接過來想要秀操作 好可以 可以三隻毛病秀操作 但是弓兵已經在下面在騷擾了 弓兵真的慢慢出來 好長槍裡面控好 欸這邊收聲說太久了趕快出來 裡面還有一些 毛病跟長槍兵在裡面啊 哇這個他好像沒有注意到 好 尾尷尬 好趕快放出來 他是我們發現了 毛病跟長槍兵放出來 趕快防守 好但是只有一隻弓兵喔 騷擾的程度並不是非常的嚴重 好所以先加速一下 好應該兩邊都到城堡賽了 不會再繼續打 更多的封禁大戰了 好那這邊中國一上層應該是要打騎士喔 品種跟 馬凱喔 都點下了 打騎士沒有錯 蒙古這邊是打這個馬功喔 蒙古馬功就算不是打蒙古圖祭喔 也可以打 享有這個25%的攻速加成 所以蒙古這邊 層出 打這個馬功還算是不錯的選擇 好這邊一樣在solo 看騎士出來了 騎士出來開始解 馬功這邊 開始在聚集 好中國這邊TC開下之後 搶到前線開TC 但這個TC位置是不是開得有點怪怪的 完蛋 聰明剛好直接撞馬功 其實還沒有二級馬凱 相貝士很痛 TC蓋這個位置有點微妙 要蓋也是蓋這個位置 蓋在盡控處 或是這個位置 石頭旁邊會更好一點 二級馬凱好了之後 這裡蒙古可能會更難打 但是這邊 一人不要緊馬凱的關係 還是可以修一點操作 好全部的騎士殘忍器 趕快回家 不要再去打了 然後趕快找個機會 下修造院 唉唷 這邊有下一個修造院了 修造院趕快下 趕快去補這個 騎士的血量 蒙古這邊是選擇 3TC一樣開龍 然後冰出馬功 他這個打法比較偏向 有點像是修奴 出這個馬功的玩法 八折馬功 但是這邊是蒙古 所以這裡並沒有八折效果 連九折都沒有 好在前線種田 我就會有這個問題 龍艇會不會被人家射掉 所以在前線種田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中國現在可以考慮出 這些毛兵之外 還可以出這個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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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國要出奴奴比較好 奴奴還有點加成 中國如果點下這個 金冠技術之後 奴奴 射程 喔不是射程 是攻擊力可以加4攻 所以傷害是非常誇張的 好那這邊 蒙古的馬功 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14隻 好這邊還下BK 是蓋奴炮呢 還是投資車呢 喔果然是選擇奴炮 因為馬功 害怕的就是奴炮跟 戰矛投資車 很單純的 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個狀況 欸 結果這邊繞了一圈 並沒有要燒了 但是奴隙有在偷偷搬了 奴隙還是蠻重要的 那這幾天喔 嘴巴還是嘴破的蠻嚴重的喔 所以我現在講話還是有點不太舒服 還是有點難講話喔 剛剛沒講一句嘴巴都有點痛 這個 爆肝啊 水要多喝喔 那我這幾天就是 都沒有喝水 然後一直喝咖啡 喝茶 提醒 然後導致我嘴巴 嘴破的有點嚴重 所以現在要播比賽喔 邊播邊流泡水 然後 邊含淚 再播比賽 這樣 這個工作一忙 哇靠這裡有個洞 工作一忙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幹這個洞還沒有堵好 那這邊中國喔 真的要考慮出 大量駱駝 來克制比較好 但駱駝又很怕箭矢 所以這邊 出騎士出駱駝 都是可以的 最好還是要加一點 戰毛兵喔 或是奴炮 去追這個馬弓喔 不然這個馬弓就會像這樣子喔 一直被風箏 那這邊中國能做的事情喔 就是直接用這個騎士喔 去硬換喔 那駱駝也換到蠻多的一個 馬弓的數量 好那蒙古這邊開到4PC喔 跟中國一樣 事情是直接全開 火炮串燒繼續串起來 喔喔這邊串到蠻多傷害的 哇直接串死兩隻馬弓 好那這邊蒙古再繼續秀馬弓操作 其實意義就不太大了 所以其實騎士追逐的數量很多 再修下去 能殺騎士數量其實也很少 這邊蒙古只好是趕快先撤退了 不能再送 這邊想要蓋房子讀口 看見戰略這邊找翔子也被射掉了 一直都沒找到 好馬弓直接順利戳討 賺了兩隻升旅喔 真的是蠻賺的 但是中國這邊兩個遺跡也拿到了 第二個遺跡 那第三個遺跡再拿呢 兩邊好像都沒有看到的樣子 在這裡喔 在這個位置 所以兩邊都沒有探到的關係 所以目前兩邊已經就是二二開 這邊中國由於自己的騎士喔 血量掉蠻多的喔 可以考慮去點這個草藥治療 但是又沒有城堡 所以這邊趕快蓋個城堡 再去點這個草藥治療 可以大量的補這個騎士的血量 好這時候中國已經點下了帝王四代 這下的蠻快的喔 中國這邊升級流程還是很不錯 即使被馬弓這樣騷擾 騎士也出這麼大量的一個狀況效 還是可以順利的喔 蓋出大量的騎士 跟帝王四代 中國玩家有點有的東西耶 雖然這邊村民樹相差二十村喔 蒙古這邊大優 但是這邊中國並沒有輸太多 尤其是這個帝王四代上的特別早 尤其是這個帝王四代上的特別早 好 中國這邊城堡好了之後會怎麼打呢 這邊加速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 那沒辦法中國移上了 巨頭已經開始狂暗了 狂暗的軍情投實機 那選擇這邊是重裝騎士的孫九 那也可以喔 畢竟自己騎士出了這麼多 還存活這麼多隻 那出了重裝騎士也是ok的 好這時候蒙古也上了帝王四代 好那這邊中國直接抓到上面蓋城堡村民 那這邊由於三級馬卡也好了 這邊中國 好抵擋這個 騎士喔有點困難 哇結果巨頭一出來還被抓包 欸結果沒有抓 這個巨頭表示有點孤單 這時候中國的 喔中國的重裝馬弓已經跑了 四三隻重裝馬弓 直接射光中國所有的重裝騎士 重裝馬弓還是蠻痛的 喔這隻射速好快喔 好本來這邊想要潛壓城堡 但是自己的軍隊有點打不太贏喔 這邊可能要展出其他的兵種比較好 整個中國聯弓如何啊 射這個馬弓不算的喔 好這個城堡我可能要低掉了 好這個城堡我可能要低掉了 好蓋這個位置不錯 這裡有稍微隆起喔 就這個地方 但這個地方可能蓋不太起來 因為這邊太前面了 這邊馬弓想要嘗試去硬點巨頭嗎 還是要去做騷擾呢 這個馬弓當主力正面在防守巨頭 是可以啦 但是有點可惜喔 好這邊大量的一個馬弓開射 然後中莊騎士又開始過來包夾 先又先塞 剪掉了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一個直接倒地 然後第二台巨頭 還在往後面 這邊中國不知道會不會過去打 我們再次去打一下 好蓋著中莊騎士一直倒地 這邊馬弓雖然越來越多 來到是幾隻 雖然還是很多 好這邊找個機會 在中間蓋一下這個城堡 這邊蓋城堡的人有點多 十九村 是不是更多 看來這個是要用命去蓋的啊 好那這邊蓋一下之後 中國這邊連環堡 還不錯 而且這個礦也稍微所做 但是馬弓可以守在這個位置走 阻止對方挖礦 下面開出更多的礦區 還有一個金礦石頭 這邊可以繼續挖 好這邊直接打破木門 直接衝進去 但是蒙古已經過來支援了 跑出血量都有點掉 攻擊力也全慢了 那正裝馬弓跟蒙古突擊有點可惜喔 因為蒙古這邊 如果是蒙古突擊的話 攻擊力是8喔 那這邊重裝馬弓只有7 攻擊力會差1喔 對於蒙古來說 不是件好事啊 如果真的要打大歐斜的話 可能長個蒙古突擊會比較好 但是他這邊已經投資重裝馬弓的話 就不太可能喔 再去投資這個蒙古突擊了 哇這個應該是怎樣 大量的騎士直接抓掉 上億人 哇蒙古直接被塗爛 好那這邊 蒙古的大肉麻直接衝了過來 那蒙古的肉麻血量非常多 118滴 這是蒙古的一個特殊能力喔 草恩騎兵 跟這個輕騎兵喔 這個血量喔 都會加30% 所以這個血量是非常誇張的 因為自己有這個品種 然後再加上這個 30%的這個血量加成 所以讓這個蒙古的大肉麻 血量非常的誇張 但是他的缺點喔 就是沒有三級馬鎧可以點 騎士這邊再來吐個一波 正面這邊城堡可能有點困難 中國展出了大量的中國聯儒 好 這邊家裡用這些駱駝 加進去結 正面大量肉麻直接上來貼 哪公加這個洞裝 哇 這邊Tover 聯儒 數量直接倒光 哇 那這邊城堡 可以拆得掉嗎 三巨頭應該是可以 但是消除村民有點多 所以這邊開始被反制了 應該是減掉了 啊 城堡被 直接民主追魂喔 血量被追回來 好 那中國啊 這邊又在轉兵啊 轉成縱裝駱駝 中國強大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喔 一直轉兵一直爽 這裡有非常多的縱裝 綠頭 縱裝馬弓 這邊有點 不知道在幹嘛 這邊 一直在城堡射程耶 好 但是這邊 有這個中國的一個縱裝騎士喔 一直在燒喔 可以給蒙古 進行非常大的一個打擊喔 陣數現在是133村 打105村 因為蒙古這邊的單位非常多 50機 7隻馬弓 但是都沒有在操控 都在守住自己的巨頭 所以都沒有在做一個 機動性的分隊的一個動作喔 有點可惜 是我的話 就會分個大概10幾隻喔 繼續裡面 稍微做射射的事情 在裡面射穩一波喔 再跑出來這樣子 不然這個馬弓 不到處射射 有點怪怪的 馬弓就是要到處射射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巨頭這邊 蒙古拿回 翻回一城 暗線戰術點下了 暗線戰術點下之後 這個防禦會再上升一點點 好這邊看一下 0加2變0加4 防禦會再上升一段 但是在諸葛蓮面前 防禦力便不是個問題啊 中華蓮一個爆射 正面上高地 洛克上高地之後 開始反打洛瑪 洛瑪這邊突然倒一片 中華蓮加上洛克的一個防禦攻勢 效果不錯 中華蓮開始進攻馬弓 馬弓倒地的數量也很多 哇 好啦雖然前排洛瑪倒光 但是諸葛蓮弩跟馬弓兩邊在互相交戰 那後面這裡有一些馬弓沒有在動 有點可惜 好終於意識到了 好那這邊 諸葛蓮弩沒有前排的關係 開始倒地了 諸葛蓮弩的血量很少 但是 蒙古這邊馬弓也是省事相當慘重 但是中國這邊沒有城堡之後 要怎麼繼續產中國蓮弩呢 好這邊我開始補城堡了 城堡開始補下 那就還可以再按中國蓮弩了 這邊重裝騎士喔 還在後面繼續燒了 哇 這邊不知道土耳幾村喔 這邊是應該死很多村 村民是85村而已 好但是這邊這邊 蒙古這裡的重裝部隊 還是蠻多的 但村民處真的是有點慘喔 看來中國在剛剛那邊 在努力在打後面的村民喔 那確實蒙古也沒有注意到 損失相當慘重 再在努力在射射 想要上高底屏不能撕掉嗎 那目前蒙古看起來經濟上真的出了一點問題 其實已經見迪了 但是中國也是 但中國這裡有5000 快五千目是怎樣 兩邊 誓言開始有點吃雞 中國聯絡一直在高地無形輸出 自己也忍出了一些新奇兵出來擋箭矢 但中國聯絡的數量還是不夠多 要再更多中國聯絡 這個正面超神再打回去 好那這邊馬公開始幾乎劣勢了 下面又中國聯絡開始包夾了過來 中國聯絡的血量掉得非常快 這個馬公你看 被打傷的超高 好這時候火箭技術點下中國聯絡 傷害全滿 對手要拆什麼 拆這個防場這麼狠 好就中國前面的村民也在伐木 這個兩邊怎麼打起來 看起來怪怪的 村民都常不做事就算了 還在對手眼皮底下開始伐木 好中國感覺有點尷尬 沒有金礦了 金礦有點被挖乾了 那蒙古這邊也是喔 兩邊都是一個斷金狀況 只能挖石頭去賣 好中國這邊選擇賣食物 換點黃金回來 但是中國聯絡是需要吃金的 自己沒有更多黃金 中國聯絡吃光就會被抑制住 自己轉出了相當多的肉馬 想要來做燒喔 那以血量來說 蒙古的肉馬是比較強大的 血量118滴 那這邊中國只有80滴血量 差距大概快要差38滴喔 就很容易喔 就可以用這個血量去壓制 中國的一個肉 好幾多C開始故鄉傷害 進來開拆 在蒙古這邊城堡還可以修 但是沒石頭了 修不回來高打低的巨頭 再一發 四十二買了一百石頭來修 但來不及修了吧 這時候居然打掉了 好那去抽這邊直接盤擊 去抽第二台過來 趕快修趕快修 好一百石頭沒有了 再買一個一百石頭 哇來不及修直接倒了 這座城堡倒的很傷阿 欸這個城堡蓋的位置也不太好 今天蓋到低處喔 很容易被這樣高打低 好中國列弩持續守在這個高低處 有用戰崗模式喔 剛剛中國列弩被馬弓站著射 這個巨頭會不會砸中阿 感覺有機會 沒修 哇倒了 啊巨頭太多了 好但是中國這邊 到處都有他的弱馬 在四處亂竄 好總部列弩要打算往前推進 直接硬點掉巨頭C台 好上下兩邊 都有這個中國列弩在做輸出 先起立直接上去硬坦 這邊直接在中國列弩的眼皮下挖木頭 這兩邊 這兩邊 這有點感覺 控不太過來的感覺 很極限 十元非常司機 看只能靠這個遺跡的黃金喔 再補了 現在是大洛馬垃圾兵時間 但中國列弩持續守這個高地 打不下來 兩邊 雙方僵持不下 哇換中國這邊 沒有再看小地圖 自己的村民被圖了很多村 這邊更多洛馬 直接上來硬坎上面的清奇兵的出生點 這邊開始要來轉 級兵了嗎 康康兵開始暗了 房門開始升級 還沒收穿 我的天 哇 這邊中國列弩上去幫洛馬 但是 讓自己的巨頭陷入險境 大量的洛馬過來直接上來硬坎 但中國列弩並沒有意識到 後面的畢竟殺了過來 巨頭三台都會倒嗎 還是只會倒兩台呢 好 好馬公終於在打機動性的騷擾了 早該這樣打了是不是 拿馬公打正面 雖然他是逼不得已的 但有點可惜 好這邊有非常多場景 直接上來硬坎 這邊的話 洛馬就不能來救了 洛馬來救會被搓爛 蒙古的農田 大洋田被騷擾到無法中 中國列弩第二波 直接爭鳴交戰 哇 這個血量掉很快 但是中國列弩沒有落盾的關係 直接被洛馬貼了上 洛馬直接砍爆這些中國列弩 但中國列弩傷害也是非常誇張 色光了非常多洛馬 好巨頭 直接拆了一台 但是中國列弩還現在 如果中國列弩還在的話 特別的洛馬可能有點難突圍 感覺中國快要拿下這場比賽了 蒙古這邊洛很心見底 但是這邊中國還可以繼續按 怎麼辦呢 好 中國這邊前哨戰 再度打贏了 中國皇席也見底 但是木頭有四千多還可以再狗 這裡有幾隻肉麻 直接上來硬砍 應該吃吃掉了 這獅子應該不會想拘捕了 快點不吃光 好家裡這邊有蒙古農地又被騷擾 哇這邊有三百億年沒有種田了 蒙古受不了打錯了 GG 好我們來看經濟吧 經濟應該是中國大戶全盛 畢竟這邊被燒了太久了 果然是這樣子啊 四萬木 四萬石頭 四萬肉 黃金還有兩千 四千二 多快兩個城堡 那感覺喔 這個蒙古沒有出這個蒙古突擊 還是有點可惜 但後面這個大龍馬準還是不錯的 雖然後面有點被燒到爆炸了 這個肉一直往這邊衝喔 也沒有用自己的馬共去做一個有效燒了 但是中國這邊 中國連鱸也是出的不錯 該出的還是有出 但是沒有出這個大通車出來有點可惜喔 反正中國出這個大通車 虛應頂對方的一個建築物 跟吸引馬共傷害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 我們就下次再見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